因為其實我找一類 有一次是在娛樂新聞live 然後那一次是我真的已經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第一天 然後可是已經要live現場 你沒辦法說請假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一上台 其實我臉色已經發白 而且肚子很痛 就是我一定要彎著腰才不會痛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已經 三二一我就硬是要忍住 然後報新聞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但是大家外人還是覺得很正常 只是覺得我臉色超級白 就是我臉色超白 就很可怕 結果那次下節目以後 我是通到全身無力 然後就是要坐在那個辦公室椅子 然後工作人員幫我推出去 因為我沒辦法走動 我走一步就痛一步 然後後來有一次是最近期 就是我在練我專輯裡面的舞蹈 然後練舞那時候也是第一天 然後痛到我就是整個被送急診 可是在路上就是急診路還有點遠 就沒辦法 結果他們一經過這個就是那種 醫藥器材店 然後就趕快買熱腹袋 就去便利超商去裝熱水 就頓時間覺得天哪 便利超商好溫馨喔 之後呢裝熱水以後 就整個直接服 然後後來就吃止痛藥 但是其實這個過程還蠻辛苦的 就等於說其實我覺得 在平常的條例上面真的要做好 才能避免這樣的事情 不然好痛苦喔 因為女生那個來的時候 就是會蠻影響工作的 因為你就沒辦法練舞 然後在真的Live上場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要硬是忍住 對 以前他們來會喝 可能中央那種四五飲 對 但是四五飲平常那種很大慣 你真的有時候 你在想說好你要等什麼時間 因為四五飲有限時間要喝嘛 不能隨便喝 然後你每次都想說 我要記得喝要記得 每次都會忘記 對 而且你不會把那麼大瓶的水 隨身在身邊 然後它現在這種隨身包就是可以 它好像是每個階級 每個時間都可以喝 它不會限制 然後又可以在身邊 就是你沖熱水就可以這樣 目前聖誕節就是工作吧 對啊 我現在年底的每個節日 都是跟工作度過 所以現在還蠻適應的 反正也沒有男朋友就單身 所以跟工作 然後跟大家 就是粉絲朋友們 大家一起過還蠻開心的 對啊 謝謝